镜头带到瑞芳 瑞芳庆安桥自从台六二甲线开通以来 车流量越来越多 也实施了红绿灯的管制 只是上下班时间红灯不能右转 民众等于要连等两个红绿灯相当困扰 在一月零一期的协调之下 交通局顺应民意 让庆安桥两头的路口都可以红灯右转 让民众可以行得更便利了 庆安桥是踩两边车道分流的桥梁 每天车流量本来就不少 加上台六车甲线开通后 更是有不少大车行进庆安桥 也因此为了行车安全 去年起也进行了红绿灯管制措施 保障行车安全 因为庆安桥它是有一个双向的桥梁 整个十字路口是蛮宽广的 因为之前就是有很多民众 包括在工业区上班的民众 他认为说这个号制应该是可以允许红灯右转 要不然他很浪费时间 就是从不管是从四角亭这边要往工业区 还是说工业区那边下班要往四角亭的方向 他没有红灯右转的箭头的话 他等到立灯那过了50公尺 马上又是一个红灯 就等于每过这个路口都要等两个红灯 目前清安桥的我们的那个红绿灯设置 红灯是不能右转的 那因为上下班时间 四角那个工业区的部分有很多车辆进出 那因为红灯的时候 他们要往那个万瑞快速道路的时候 时常都会塞车 吉安里长表示 实施红绿灯管制 让路口交通确实顺畅多了 不过从工业区来的车辆 遇到红灯不能右转 到了桥头又得等一个红灯 不少民众就反应很不便明 因此希望能够设置红灯右转 那初步交通局也认为说 这个是可以改成可以红灯右转 那减少民众等红灯灯跟上下班浪费时间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也很感谢一眼湖处 还有感谢我们交通局 从善如流可以来改善我们这个 整个庆安桥上面这个车流 跟我们民众上下班的一个方便 目前庆安桥是两座左右的来回的车道 是有两座桥梁做分隔 所以我们今天也到现场来会看 那目前我们研议先初步向红灯的部分可以右转 然后以减少车辆交通阻塞的状况 岳林奇表示经过和交通局的协调后 已知认为庆安桥路口如果改红的右转 应该没有安全上的问题 因此将顺从民意在两端红灯时设置右转灯 让交通更顺畅 这成为瑞芳采访报道